楚民意一语害三人,大力士,捐躯次汉奸 上海静安寺路,墨尔明路口,有一栋中国宫殿式的建筑物 它就是北极冰箱公司,是专门推销国外冷藏设备 这个公司的经理叫陈三才,是军统人员 76号根据吴道深的密报,了解到陈三才不仅是军统在上海的情报负责人 而且负责军统与公共租界巡捕房方面的联络 也就是说呀,这个北极冰箱公司是军统在上海的主要联络站 既然是这样,那76号的特务们肯定是不能让他了 于是啊,李士群就把处理这儿的任务交给了手下大将,第二处处长马孝天 马孝天也不含糊,直接进前手下大将 经过侦查,他们不仅查获了陈三才和军统之间的往来文件 还发觉陈三才与军统打入76号内部 任第二处专员的楚亚鹏已经接上了关系 马孝天得知此事之后啊,立刻就找来了楚亚鹏 楚亚鹏一看事情已经暴露了 所以啊,没用马孝天费劲 就把他知道的全都交代了 他不但承认了和陈三才的关系 还供出了自己啊,已经把陈三才交给他的一部分炸药 运进了76号 现在就埋在76号和74号之间的一条小沟边上的泥巴地里 按照陈三才等人设计的原定计划啊 楚亚鹏准备在74号洋房那边给炸药装上引线 这样的话,引爆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 而且啊,还能把76号的重药组成部分全都炸毁 只可惜因为吴士堡等人戒备太严 还有另外一部分炸药没运进来 要不早就给李士群他们绷上天去了 马向天听说之后啊,也是一阵的后怕啊 赶紧就派人到楚亚鹏说的地方 把埋着的炸药给挖了出来 并同时向李士群做了汇报 李士群听罢汇报 立刻就命令第一处处长万里浪 带着日本便衣县兵把陈三才绑进了76号 同时他还把楚亚鹏叫了过来 好言安抚了一顿 之后啊,让他继续在76号工作 因为他觉得啊,这楚亚鹏认罪悔过的态度很好 再加上平时工作也确实是能力出众 所以也就没有过分的处罚 陈三才进了76号之后 遭到了一顿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呀 什么皮鞭沾凉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甚至后来连电刑都用上了 陈三才最终实在是熬不过酷刑 只好是把知道的事情全都交代了 76号的特务根据陈三才的口供 在北极冰箱公司的一个大号冰箱里 找到了一把穿甲枪 据陈三才交代 这把枪是专门用来干汪精卫的 因为汪精卫啊,出入都是坐着防弹汽车 所以只有穿甲枪才能干掉它 后来这把穿甲枪啊 被驻扎在76号里头的日本宪兵准备 涩谷给要走了 陈三才被李世群关押在76号里 一年多的时间呢 一直到1941年春天 汪精卫已经所谓的环都南京了 陈三才的家属才费尽心思的 联系上了汪精卫的莲桥 楚明毅,希望他能设法营救陈三才 楚明毅在收受了贿赂之后 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因为他觉得这事都过去一年多了 应该已经沉淀的差不多了 相关方面也都已经消气了 所以啊,想要救他应该是不难 于是楚明毅找了个机会 专程来到了一和路34号去见汪精卫 见面之后啊 俩人先是一顿寒暄 等汪精卫身边的人都走差不多了 楚明毅便开口谈起了陈三才的事 说是想请汪精卫网开一面 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把那陈三才啊给放了得了 楚明毅觉得 以他跟汪精卫这关系连条吗 你这点面子汪精卫肯定是能给的 结果没成想啊 汪精卫听完之后是大发雷霆 直接指着楚明一问道 你是不是要杀我 陈三才是来杀我的 你却来替他讲情 不等于你也要杀我吗 说完汪精卫翻出当年李世群 报上来的关于陈三才的文件 直接就批了四个字 灼迹枪决 然后啊马上就派人给76号送去了 就这样陈三才的家属挖空了心思 散尽了家财 求楚明毅办的事啊 让楚明毅给彻底办砸了 不但人没救出来 命还没了 除了陈三才之外啊 还有另外两个人也让楚明毅求情 给求死了 咱先说第一个 陈觉吾 话说陈觉吾是南京人 1928年时曾经担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政治部科长 1928年发生了一个大事 就是张学良宣布东北抑制了 那一年的蒋介石啊 可以说是志得一满 所以他想在双师节这天 好好的铺张铺张浪费浪费 大操大腕一下 这个筹备庆典的活正好就落到了总政治部的手里 当时汪曼云也在南京 他是代表农民协会参与筹备的 所以啊 他也就认识了这个陈觉吾 1939年秋 汪曼云担任了汪伟国民党社会部的副部长 陈觉吾啊 便到76号去找汪曼云 希望啊 能给他在76号里头谋个差事 汪曼云一看老朋友来了 也没拒绝就给安排了 后来啊 还给调到南京当上了小领导 结果就在他刚刚调往南京不久 76号就查出来这陈觉吾和陆庆勇 都是蒋介石派来的卧笔 于是汪精卫下令把他俩给押起来了 结果也是押了一年多 家里人呢 托汪曼云给活动活动 结果汪曼云呢 还没等找人呢 就得知了他俩已经被枪决的消息 汪曼云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 也挺纳闷 他也琢磨 这啥早不杀晚不杀 非得关一年多再杀呢 后来经过多方考察呀 他才整明白 原来啊 这俩人也是让楚明义给间接整死的 具体经过 就是由于楚明义受了会 替陈三才说情 汪精卫批示处死陈三才的时候 正好把陈觉吾陆庆勇的案卷给带出来了 汪精卫觉得这俩人虽然不是要杀他 但是这俩人想要颠覆伪政权 就等于是杀他 于是啊 盛怒之下的汪精卫 直接就在陈觉吾和陆庆勇的案卷上 批了一并枪决四个字 就这样 三位抗日志士就这么 让本来想求情的楚明义 一句话全给害死了 下边老官再给大家讲一讲 另外一个刺亡勇士的故事 这位勇士名叫黄一光 他力大如牛 据传闻还打死过老虎 黄一光平时主要从事童子军的相关活动 抗战前他曾经组织过一个徒步旅行团 到南京见过汪精卫 当时汪精卫还没叛变呢 还在南京国民政府当行政院院长呢 黄一光见到汪精卫后 俩人还在行政院的门口拍过一张照片 1941年9月 黄一光再次来到南京请见汪精卫 这时的汪精卫啊 早就已经把黄一光给忘了 好在黄一光带了当时他俩合影的照片 他让把门的卫兵啊 把照片交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到照片后啊 想起来了 然后让卫兵啊 告诉黄一光说留个地址 有机会一定要约见一面 就在黄一光回到旅馆等待约见的时候 汪精卫收到了76号的密电 说是军统派了两个特务来南京 要司机刺杀汪精卫 还说呀 这俩人里有一个人曾经做过徒步旅行团的团长 让汪精卫要特别注意 汪精卫看了电报后 马上就想到了给他递照片的黄一光啊 于是汪精卫让李士群抓紧派人 把这事给办利索了 李士群深知事态严重 马上就给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马孝天打了电话 让他马上派人捉拿黄一光 不得有务啊 马孝天知道黄一光打死过老虎啊 所以为了防止抓捕过程中出现意外 他专门派出了手下汉将 曾经在上海大世界卖过意的大力士 王林 抓捕当天 黄一光果然想要凭借臂力反抗 可是论蛮力 他确实不是王林的对手啊 最终被王林制服 同时76号的特务们 还在黄一光的身上搜出了一包剧毒的毒药 经过审讯后得知啊 黄一光确实是军统派来的 他来南京的目的就是要刺杀汉奸汪精卫 他想凭着过去曾经见过汪精卫 而且他俩还是广东老乡 他觉得以这些关系去求见 汪精卫肯定不会拒绝 只要他能和汪精卫见上面 他就动手把汪精卫掐死 子弹都省了 当汪伟特问他毒药是干啥用的时候 他大笑着说道 如果刺杀失败或者行刺成功后 万一脱不了身 我就准备用随身携带的这包毒药自杀 审讯过后啊 马笑天将详细的抓捕和审讯经过 通过李世群上报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罢报告 批复了四个字 立刻枪决 就这样勇士黄一光被汪伟特工总部南京区 用政治警察署的名义 在南京羽化台执行了枪决 我俩的听见了 我畅启的字眼 是给了汪精卫我 我改变了